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以为是啥问题 结果现在发现我们的水管 就是水应该被冻入了 水管现在不出水了 也就是说水泵抽不出水来 这是热水 这是冷水 抽不出水来 彻底被冻入 我刚刚已经开了 这个 燃油注射加热 烧水的这个 我是担心它的那个叫什么 换热器那边到时候又冻炸了 我就一直开着 但是换热器那边开着 这个这边依然是没有水 看来是在源头处就被冻入 没有水了 这个扎症啊 我去 你看 这边排水口都已经 结冰住了 我先来放下这个 水箱 看还有没有水 能不能放出来 我去 这个 龙头被冻住了 掰不动了 哦 不能不能强掰 一会儿坏了 我去 整个龙头被冻住了 那就是说我的水箱被冻住了 我去 不能掰 不敢掰了 掰不动 咱现在拿个水袋子 我们去下边接点水 然后 放到厕所里边 冲厕所用 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的贵阳 比当初我们在这个 西藏的崖口还冷 虽然说那次也被冻住了 但是只冻了热水管 我们的冷水管没有冻住 冷水依然是有的 在这边 这直接是 把热水管 冷水管全冻住了 太冷了 希望不会被冻爆啊 要冻爆了 又得重新修管路了 好了 打了这么点水 差不多够用就行了 咱俩把多余的水 灌到水箱里边 看看能不能抽出来 我感觉 估计还是够呛 水风一直在动 它应该是管路管路里边那个 管路里边动的 不行 今天依然没有化学的迹象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 咱们的这个房车的水路 依然是冻着的 现在房车没有办法用水 这就非常非常尴尬了 四月去遛狗回来了 两个柴卵一起开的 给我们电都开的快没了 52%的电了 只剩 那不开又不行 我担心那个换热器 到时候又出问题了 又冻裂了什么的 先去丢个垃圾 咱们彻底的被困在这了 今天我看新闻 这个贵阳周边好多高速都封闭管理了 因为有这个灵洞 看我们这个地上都还有这个雪呢 中间是化了 但周边没有车压的地方都没化 咱们今天属于是正式踏入房车生活的第一天 咱就被困在贵阳了 这找谁说理去 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特别像北方了 我说我在北方你们信吗 哈哈哈 好 全部都弄好了 咱们四个人出街吃饭去 吃他们工作菜 就吃牛肉粉吧 那家牛肉粉很好吃 介绍他们去吃一下 今天我们准备去打加强针 但是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我们要等到他们下午上班再去吧 因为早上去打电话有人接 刚刚打电话就已经没人接了 关门呢 我操 哈哈 好尴尬 好尴尬啊 好 今天居然关门了 这下可好 对 估计是下雪 绕了一大圈 最终还是来他们家吃 马家羊肉粉 来到这边来坐 找个位置坐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老贵羊的羊肉粉 这个羊肉粉的话 我们需要加很多料 比如说 酱油 然后辣椒 来帮我 帮我吧 帮我吧 油辣椒 我们这是两个油条吗 是一个吧 哎 应该是两个一个没有那么多 哈哈哈哈 这个好像是一颗油条 这个好像是一颗油条 对啊 然后还有这个就必须要 还有这个盐啊 然后味精啊 还有这个花椒 都需要放的 不放的话 它味道味道会很淡 再多放一下 哇 这个好久好久没吃他们家了 嗯 嗯 哪个 这就是固羊的味道 固羊的羊肉粉就这味道 跟谁俩呢 哈哈哈 有熊悉啊 哈哈哈 这熊悉会化 哈哈哈 我们去 这个 白云分局这边 我们去办那个 边境镇 办完了这个 边境镇的这个 什么 申请单 现在又 下雪了 好大啊 这雪 它感觉好像拍不出来 肉组搞了一个 大个雪球 有它脸大了 哈哈哈 我送给大家的摊摊 哈哈 走到这样的环境中好浪漫啊 谁给你浪漫啊 你看这个 鹅毛大雪 好漂亮啊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白云医科大学 附属白云医院 哎呀 来这边 打针 四个人集体过来打针 喜欢肉肉夫妻的话 点关注 强烈推荐 评论 转发 半仙和四月 他们两个是外地过来的 所以说需要做核酸证明之后 才能打这个针 然后呢 今天我和肉组就先打了 他们两个先回去了 已经做了核酸 明天出结果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 明天他们直接过来打针 现在要在这边等三十分钟 疼吗 打的时候还好 现在疼 现在那个药 感觉药在渗透你的肌肉 我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 对 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点不疼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你上次打的时候 你手臂疼不疼吗 不疼 对啊 我上次打的时候 我手臂就三疼了 哇 这边这个雪下的 风又大 雪又大 好我们流关结束了 现在回去了 看肉组 下楼梯 特别滑这边 回来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螺窝了 因为我们家店不够了 半仙的店也不够了 比我还低 他们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电路 我们还有百分之五十的电 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充电的地方 咱们去充电区 哇 过来这边 没有位子 充不了电 我去问一问旁边这个慢充的 师傅他要充多久 问一下 这只有一个慢充口 剩下全是快充 问了一下那个师傅啊 他 就再充一会儿他就走了 说咱们就在这守着 他一走我们就开过去充就可以了 我靠 我把我的清水箱打开 流水是流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 这个清水箱是可以打开了 但是 里边是冰 好了充好了 现在百分之十八的电 得充到好晚好晚才能充满了 看我们拿出来啥 这个电锤风 电暖了 这叫电啥 那暖风机 暖风机 拿出来暖风机 这个就是我们在外边充电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来取暖了 对 对 去半仙那边看看他那个东西 他那个是直流电转交流电的这个沥变器 你去看看好不好用 体积有多大 他在这儿是把车停到这边 然后从那边插电过去充 因为他车比我高 我的车的话正好可以进这个棚 他那个车的话就停不进来 看看他这个 你这个地方在滴水怕不怕 你要不要拉过来点 你这边在滴水啊 你该拉过来点 一会短路了 这个其实也不大 这也挺小的 那咱可以考虑一下 再带个这个 充电就方便了 我一直以为这个 就是这种特别大的那个 因为我看 我看那个谁有一个网友他用的也是 他用那个就超级大 一大个 这还可以 一个手掌大 这就有地方放 就可以了是吧 有这个的话他就 不用去挑这个充电枪 我那个的话就必须得挑充电枪 可以充电了 可以 我们休息到晚上 现在准备出去吃饭去 看这边 又停满了 我们这个店刚刚看起来充到68% 还早的呢 充一夜才能充满 好了我们到了就在这边 这个是青岩的旗舰店啊 这个怪炉饭 他们家也是和这个思念他们家是差不多的那种 就是卖贵阳的这些特色小吃的 闻恋爱豆腐果呀 夜市炒鸡血呀 看到没有 但今天我们不吃他们家 肉卓想吃火锅了 我们去吃重庆老火锅 提前去 提前吃 来吧 开锅了 咱们整起 吃吧 先搞个小毛肚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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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个小毛肚 整起 吃吧 开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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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煮点这个丸子 嗯 又丸子 吃饱了 喝足了 咱们打个车回家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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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